北京时间9月9日2点45分,欧洲联国交联赛迎来一场重头戏,英格拉坐镇主场迎战西班牙,上半场,拉什福德门前包抄破门,萨乌尔后插上抽水破门帮平比分,罗德里哥门前包抄破门,帮助西班牙反抄逼分。 下半场,双方都没能再取得进球,最终,英格拉以一笔二输给西班牙,在此之前,西班牙做客温布利球场,只获得一剩两瓶五分的糟糕成绩,从2012年10月开始,英格拉在温布利球场,制得十四连胜在二人成绩,英格拉上一次在温布利输球还是11年前的事, 但今天凌晨就被西班牙把这一系列神纪录给终结了,恩里克执教西班牙的首秀堪称完美,本场比赛表现最好的球员,无疑是身价高达7000欧元的萨乌尔,在赛后鲁斯科的评分中,萨乌尔得到全场最高的8.5分。 23岁的萨乌尔作为马进的中场核心,早已成为马进不可获取的一部分,他是这些年马进崛起的重要拼图,他出色的爬大技术曾经细耍败人防线,精准的射数曾经攻破黄马巴萨的球门,但是,在本届俄罗斯世界杯,他却未能获得一次出场机会,只能哭作冷板凳。 当然,在此之前,伊涅斯塔和席尔瓦这些大师集中场球员,都存在让他只能担任替补的角色,随着伊涅斯塔和席尔瓦退出国家队,萨乌尔相信能够在国家队站稳脚跟,毕竟以他的实力完全配得上,能够被先任,主帅能力可看上,并且能够在场上拿出有说服力的表现。 对于萨乌尔来说,已经是成功的第一步,作为一名非常有性格的主帅,恩里克对于自己的战术很执着,这次,恩里克重用黄马球员,用切尔西的阿龙索,替代巴萨的阿尔巴,这都让人感到出乎意料,其实证明效果还挺好的,恩里克能够率领西班牙栽串辉煌吗? 拭目以待,完!